下面呢我们将开始今天的主题演讲环节 首先出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董奇校长 董奇校长长期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评价 与教育质量监测 儿童语言与数学学习及其脑机制 基因环境脑心理发展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研究 相信大家还记得去年 他在未来教育大会上分享的 关于我国脑科学研究的这个进展 今天呢他的演讲主题是 创新教育评价 引领未来教育 掌声有请董奇校长 尊敬的理位主任 朱尊副部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 国外中外的专家学者 企业教育企业界的朋友们 媒体朋友们 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 第二届重要的未来教育大会 大家都知道 教育就是未来培养人才 所以说教育必须优先发展 教育必须超前萌化 超前规划 超前做准备 刚才李维主任和朱尊副部长的讲话 上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就是未来教育有什么样的特征 那么未来教育特征 从刚才讲的很多 但是有的特征是根本性的特征 就是朱尊副部长讲的 无论科技怎样富人教育 无论为教育未来的形态怎么变化 教育中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 那么今天这个会议 大家知道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就是希望我们探讨未来教育 未来学习的人 能够在对未来进行无限的畅想的时候 有更多深入的思考 对未来教育涉及到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 有深度的认知 那么这里面我想给大家 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 这系列讨论未来教育 讨论科技富人教育谈论了很多 观点也很多 但我想无论讨论 未来教育有什么样的形态 那么评价未来教育的一个 很根本的指标 就是能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能否促进学生得志提美劳的全面发展 能否为国家培养大批的有用的人才 我们再讨论科技富人教育 再讨论教育形态的变化 也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科技富人教育以后 教育的根本目标 培养人才 水平提高了没有 大家如果看一下 我们做个简单的比较 在二十年前的今天 在向前看二十年后的今天 那么科技富人教育的水平 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今天和二十年前相比 科技富人教育的水平在提高 比如说 刚才两位领导讲的 信息技术 在教育里面的应用 应该说越来越广泛 我们还可以预测 二十年以后的今天 科技富人教育的水平会更高 不仅是信息技术 其他的科技 包括上去年我讲的老科学 都会富人我们的教育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儿童青少年得志题目的发展 在二十年前的今天 在今天或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 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它是不是自然地追着 科技富人教育而发生重要的变化 那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 二十年前我们同样讨论的问题 学生的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 社会责任感 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 不足 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 教育的发展的不充分 不均衡的问题 成像的差异 区域的差异 这些问题并没有随着 科技富人教育水平的提高 而自然而然地解决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 我们要深度认知 思考的一个问题 科技富人教育 效果怎样评估 科技富人教育 影响它的效果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那我想今天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 教育评价这样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 大家都知道 教育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评价具有导向的作用 你怎样评 它就会影响教的行为 学的行为 教育管理者的行为 我们创造数字教育这样多年了 我们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为什么艰难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家的 教育现代治理体系中 促进学生 得自体美全面发展 体现党的教育方针的 教育评价和独导制度还不完善 还没有发生巨大的 应该有的作用 由于这方面的不健全 还没有发生巨大的作用 但在另一方面 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存在的中考高考 是一个我们国家重要的人才选拔的制度 它是我们国家公平公正的一个制度 对教育的发展 对社会的发展 对每个孩子和家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它在发挥这样影响的同时 它也产生了其他的某些影响 比如说对熟识数字教育造成的某些影响 在某些地区 某些学校 它可能就会出现 你考什么 我就学什么 你考什么 我就教什么 作为影响数字教育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考也正在进行改革 但是中高考无论怎么改革 它的一个特点不能变 它是以选拔人才为它的主要目的 高考大家知道中考 发生的时间就那么两天左右 它的测试方式目前来讲 也只能以纸笔测验为主 即使在未来 如果仍然考试的时间就那么两三天 它也不可能考察学生 在初中高中所得到的所有的收获 和得志其美的全面发展 正因为这样 高考中考它的成绩 学生达到的水平 不能够作为一个学校 一个地区教育质量的标准 中高考不具有这个功能 也没有这样一个能力 来做到这一点 那怎么办 只有另一批途径 构建国家新的 教育质量体系 所以在十八大三中全会 在国家十三五的规划 国家都做了部署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提出了要建立新的教育评价体系 发挥教育评价的 积极的重要的指挥棒的作用 我们国家在2015年建立了 国家义务交易质量监测的制度 就是要发挥对基础教育 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 诊断 咨询 读导 促进 等等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个评价是由 一托北京师范大学建立的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和一托北京师范大学牵头 组织国内相关高校和机构 成立的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协同创新中心来承担的 它的主要任务就是 研发评价标准 制定评价标准 研发评估工具 实施国家质量监测 发布法规报告 提供决策参考 从2015年 2016年2017年 进行了第一轮的周期的监测 一共设计六个领域 每年两个领域 三年一轮 今年进入了第二轮 监测的结果 直接提供了 国家意味交易质量的体检报告 直接为国家的决策 提供了大量的详实的数据 不仅反映了国家 学生得志挺美的发展状况 而且反映了我们教育的 不均衡 不充分的一些状况 也能深度地 对不同地区 乃至学校 根据公平 均衡 质量 效益几个维度 进行多方面的刻画 描述不同区域 学校的状况 这个报告 也极大地推了 省市政府 区县政府 对教育指标 和教育公平方面的管理行为 通过内部反馈 内部约谈 促进整改 对于改进我们 基础教育教学中的短板 无论是教师数字 还是扩程实施 还是其他的办学条件 以及学生在体制 心理健康等各方面 存在的不足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应该说 这样一个制度 是刚刚建立 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有的在建立这几年 在某些领域 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发挥着开始引领的作用 那么我想 给大家介绍这一点 想得到结论是什么呢 教育评价 实际上也是引领 未来教育 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挥棒 当我们在讨论 科技赋论教育的时候 在讨论教育形态 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的时候 特别是科技 推动了教育形态 生态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必须关注 还有更重要的教育政策 制度层面的东西 影响着未来教育的发展 影响着科技 着影有多大 影响着科技赋论教育以后 能不能真正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那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观点就是 怎样进行教育评价的创新 助力未来学生重要素养的发展 和重要素养的培养 刚才两位领导都讲到了 现在科技迅猛发展 一系列的无论是我们讨论的大数据也好 人工智能也好 脑科学也好 其他的技术也好 这些重要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正在对未来的社会 无论是未来的城市管理 无论是人们的生活 无论是未来的制造 还是未来的交通 医疗 包括人们的休闲 都带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 这个时代对个体 未来公民的信息素养 提供了全所未有的需要 新要求 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个问题既是当前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国家重大的教育政策制定中 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今天社会更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大数据的时代 对个体的数据素养 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无论是理学文科的 还是学理科的 无论你将来当不当数学家 你的信息素养将会 极大的影响着你的工作质量 职业前景 生活质量 乃至家庭幸福 职业的教育 今天在老科学 我这儿给的图示上是两个脑 右边是对人脑 包括对有生命的动物脑的研究 左边实际上是计算机的发展 计算机的发展 它的智能根据相关的这种预测 那么它在整个生命领域 动物领域和人类的领域 它的智能 它的一个发展路径 以及接近的程度 这些都意味着我们缺少思考 在这样一个双脑时代的到来 人类的工作生活方式 学习科学研究方式 不仅正在变得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智能的生活 智能的工作 人脑和机器的混合式的智能 群体的智慧等等 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 前所谓的新的前进 同样也提出了 人才培养的新的要求 今天也是一个万众创新的时代 智识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国家 包括个体生产力 个体核心静置力的 关键的要素 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的教育 提出了新的要求 特别是对未来的人才 在得自体美劳方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就以现在我们讲到的 网络空间 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它对使用网络的 学生以及成人 它在网络方面 是需要更多的判断力 要有新的道德价值观念 要有更强的自律意识 要有更强的信息收集 分析的能力 这些上对学生的 伦理方面 道德方面 以及其他的方面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样我们现在谈论多的 未来社会 实际上对学生的素养 提出了新的要求 包括信息素养 数字素养 科技素养 和创新的素养 这些重要的素养 都是今天中小学 大学必须培养的 但这些对未来 起作重要 着用的素养 不可能在高考中 中考中 进行全面系统的 深入考察 例如到高考中考的 录取标准中去 很难做到 即使未来科技赋能量考试 考试方法创新 也很难做到 我前面讲了 中考高考它有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明确了 它的局限性 再怎么说 中考高考 它的主要职能是 选拔人才 所以说 我们要开展 很多新的评价 这也是教育部 质量监测中心 中国技术交易质量 监测 协同创新中心 正在做的工作 组织全国专家 包括企业 吸收国内外专家 共同完成的重要工作 开展信息素养的 一系列的评价工作 开展数据素养的 一系列评价工作 人们要有更强的 数据素养的意识 对数据的敏感性 对数据的理解 对数据的表达 对数据背后的含义 以及怎样应用数据 去改善我们的生活 做出更好的决策 无论是家庭决策 个人决策 还是工作中的决策 这些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科技素养那就更为广泛 因为科技的概念在快大 科技的创新的速度在加快 科技新的成果在不断的引线 不断地改变着我们过去 对世界 对社会 对世界 自然界和社会 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的认识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 人需要有更强的应用科技成果 消费科技成果的能力和意识 创新素养 应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万众创新这样一个时代 确实无论对于普通的人 还是对研究者都同等地重要 这些素养怎样继续评价 这些素养上是都非常地复杂 非常地中和 而且带有很强的过程性 过去的传统评价 很难做到这一点 传统评价的特点 无论是要用抽样的方法 还是人工的办法 还是纸笔线的方法 还是他的结果的反馈 反馈的延时等等等等 而且过去的传统的评价 大约很强标准化的特色 他很难做到这一点 说要真正建立 面对未来素养的新的评价 必须要科技富人教育评价 所以在科技富人教育的领域中 有非常重的一个关键领域 影响着科技的作用 影响着科技在教育中应用的价值 价值大小 作用大小 那么科技富人教育评价 那我们看一下 未来教育评价有很多的特点 不用取样 全样本 信息多为 情景化 它具有很多的特点 这些特点是过去评价 很难达到的 这些特点的出现 是因为科技开始富人教育评价 第一个特点 从评价对象来讲 包括我们的国家质量监测 我们每年是在全国三千多个县 分成随机选取三百多个曲线 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前面的数据表明了 每年对将近二十万的学生进行监测 结果在全国有代表性 在各个省也有比较高的代表性 但是新的评价对象 由于科技的进步 信息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我们可以将来不用取样 全样本来进行 全样本的进行 我们就不是对一个 基于一个样本进行推论 而是对所有的个体 能继续深入的分析 评价的信息发生重要的变化 过去更多只能用纸笔测验 现在不能是纸笔测验仍然可以做 音频 视频 以及生活中的一些真实行为 评价维度信息内容的多元化 丰富化将给我们提供 更多的有价值的评价信息 第三就是评价任务 体验的真实化 情绪化和趣味化 评价上我们在传统的评价面有一个问题 当被试不配合的时候 当被试不认真作答的时候 你再好的研究设计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不能保证它的客观性 被说的 回答的不是真实的想法 那么你的结果无论怎样分析 你是有偏差的 那么新的评价方法 科技富人教育评价以后 我们能更好地建立真实性的评价环境 使评价更符合孩子的生活学习实际 更有趣味性 更能取得真实的过程性的数据 那从评价过程来讲 一个就是伴随式 现在伴随式学生的学习生活的过程 以及伴随式教学的过程 我们能对学生日常的 每天的 每周的 每年的成长变化 进行比较准确的 客观的深度刻画 同样 这种刻画可能是自动化的 基于现在还初步应用的人工智能 我相信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评价将更为智能化 再有一个评价反馈的及时和个性化 评价的反馈及时个性化很重要 因为评价本身不是目的 任何评价在过地层面 国家层面 区域层面 都是为了促进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为了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教育公平的推进 为了促进孩子得自体美更好的发展 所以及时的反馈和个性化的反馈 将提高评价这样一个重要功能的实现 另外 评价刚才讲了 你的结果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 这块是过去评价工作 意志博弱的环节 评价要有应用 就要针对不仅评价的一个平均水平 更要针对区域的差异 个体的差异 学校的差异 提供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 现在评价能够将评价和提升 改进融为一体 这些评价的一些重要的变化 过去很难做到 现在随着初步的一些科技进展 在教育评价里的应用 是已经我们见到了这些初步的效果 我相信未来的前景非常大 这个前景的取得 取决于后续的深入的持续的研究 持续于多方面的合作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观点 如果概括一下 就是在我们对探讨未来教育 特别是主要从科技富人教育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确实要牢记 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教育评价 它影响着科技对教育富人的水平 影响着教育对科技富人以后 它的核心目标 即促进学生得志体美全面发展 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 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实现 只有科技富人教育以后 培养人才的目标 得到最大的实现 那么我们才能构建 真正成功的教育 也就是说成功的未来教育 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 未来的教育的时候 确实要加上一个定义 成功的 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 符合国家 人才发展需要的未来的教育 这个问题 我想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度思考和认知的 那为了推动科技富人教育 那么北京师范大学 正在整合全校的力量 国内外的力量 打造中国的教育硅谷 在北京的昌平新校园 在我们5200亩的珠海校区 打造教育硅谷 把现在北京师范大学 国家的一系列的重大平台 和老科学的 儿童青少年方面的 老科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包括复权网家 国家智能工程实验室 包括基础教育指南监测 国家协同创新中心 包括北京市 投入很大专门建设的 未来教育高级间中心 以及我们和中医栋 和训飞 和网龙等很多企业 联合建立的一些大的 大数据 智慧教育等等研究院 移动学习 教育部中医栋 联合实验中心 把它进行聚焦 用新的机制 用协同的方法 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我相信这个领域 科技富人教育 尤其是围绕 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我要做我们国家 教育质量的提升 和教育公平的解决 一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这方面需要政府 企业 大学 中小学 社会过界的精神的活作 深度融合 协同创新 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这样我们才能为国家 未来 未来目标的实现 贡献我们的力量 才能为医院儿童青少年的未来 做出我们医院的贡献 谢谢大家